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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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幾個 呃...要16個 恩...欸... 其實我應該要用 用這個機器做會不會比較快啊 把這個錠放在這裡 它就這樣一直磨磨磨磨磨出來啦 這樣好像比較快欸 用這個 用這個好蠢喔 而且用這個 下面都還要有燃料欸 不行不行不行 好好好 改變策略改變策略 我直接挖出一個深度 如果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就可以了吧 然後這邊放燃料 這樣子燒出一個定模型 然後放在這裡面 然後把我的這個 鋼龍翼 直接到...欸等一下 它這裡面還有白銅 取出來啦 居然還有其他液體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直接 壓成 鋼錠吧 我就不需要 想這麼多了對不對 有嗎?有成功嗎? 有有有 還要再放一次 有嗎?這樣才對嘛 這樣快多了 不需要我手在那邊一直點 一直點一直點一直點 那我現在應該來做另外一台 這一個 高速加熱 欸? 會不會用了這個高速加熱之後 那個...就...就比較快啊 希望啦 先把這個做出來 線圈 感應加熱器 完成 所以感應加熱是怎樣 它就是可以感應旁邊的東西 然後直接幫它加熱喔 那我在這邊再放一個 簡易發電機 試看看好了 簡易加熱機在這裡 然後它就有電 有電 就可以加熱 欸?溫度在上...沒有在下降 溫度在下降 這個真的有用嗎? 好啦 總之我做出來了啦 所以我全部都完成了 只差這一個了 鋼 目前有十一個 差最後五顆 為了取代掉那一個 簡易發電機 秋風打算打造這個 這個...這個... 太陽能發電機 1...1級...太陽能板 完成 它可以繼續升級嗎? 唉唷 喔 這麼多個 可以升2級也 輸出就變多了 所以就可以這樣子 一直往上翻就對了 太陽能板應該是要放在 外面嘛,對不對 在產生能量了 感覺好高級喔 太陽能板 有有有又 輸出電力鐘 衍生效率100% 亮度57 再產生了 好像可以耶 我把太陽能板重新放在這裡 然後在這下面 簽一條管道 這個 電能量管道 這個好高級喔 簽了這個管道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電輸出出去了吧 應該可以吧 這一個我做錯了 這個是取出 物品很流體的 先把管道連起來啦 我們的線路連接成功了 這樣子 原本是20 現在多了1了 多了1 什麼鬼啦 就是這個發電效率 太低了嘛對不對 才產出1 太低了有沒有 我們再把這個拿去升級啊 1是搞毛喔 哇我的天啊做出一個2 就要8片耶 而且 產出也是8啊 相當於把8個合在一起 然後還要多一個活塞 好啦我們先做出1片 2 有1 有1 有2 這個樣子 2放在地上 應該會為我們 帶來很多能量吧 2放在這囉 有產出吧 產出8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變多 有了28了 溫度有上升到 402 403了 真的是每一點溫度都有上升耶 哎呦哎呦 這樣子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喔 他目前最高有到8耶 我的天啊8 8是要怎樣 8就是要7 哇又是套娃一直套上去就對了 套死你有沒有 要鑽石磚之類的東西耶 目前辦不到 先補起來齁 那個太陽能板我們以後 再慢慢搞齁 現在先不搞 目前 目前那個 我們還是要做我們的那個 那個鋼錠啊 來來來來來 這樣應該夠了吧 鋼錠下去 唉呦又有兩個了 我還差幾個 搞太陽能板 搞都忘記了 我還差最後 最後的 兩個 還不夠 所以 我要邊搞這個 繼續等喔 邊搞太陽能板 邊等 其實我有的是土地嘛 我不一定要合在一起啊 兩塊放在一起 能不能一起接收 能不能一起傳送過來 可以耶 兩塊放在一起 那我把其他的也放在一起啊 土地沒什麼嘛 沒什麼問題 土地不是問題 42了 溫度可以再上升囉 土地不是問題 目前最高溫度可以來到 500 500而已 500什麼都融化不了啊 而且這個 這個減易發電機 快要燒完了 減易發電機大概 20 一直提供 好像也不太對齁 這樣超浪費的耶 所以 還是要全部都換成這個 太陽能系列的 比較划算 先把這個 收起來好了 22 22 溫度又要下降了 好了第16個鋼錠 出來了 登登登 我武器任務 終於 完成了 武器任務終於完成了 我應該不用再燒這些 這些鬼東西了吧 之後我應該會想辦法多挖一點 這個主要是挖玻璃啦 多挖一點玻璃 然後鋪一下我的太陽能板 把它鋪出來 讓這個溫度可以到達 到達 直接融融的溫度 這個這個 直接融融的溫度 最好有上千度 對不對 秋風目前 直接打造出這個 四級太陽能板 從二級 什麼一級二級三級 一直打造到四級喔 兩個 這樣子我就有 256 加起來256個 應該很夠用了吧 256不曉得有多少溫度 256目前 有超過 800度耶 意味著 我的 銅 放進去就燒掉了 不需要 任何燃料 超過1000度了 超過1000度 好感動喔 我的鋼要 1800度 就可以燃燒鋼了 目前有1000 將近500度 500度耶 唉唷 很有機會對不對 很有機會 如果我再兩個 3000度應該都沒問題耶 所以四級電板 就應該很夠用了 我再放兩個三級的下去 說不定 就有了齁 好我再做兩個三級的 好了我把 該準備的東西 準備好了 目前可以再做出 兩個 三級版 這兩個三級版 放下去之後 應該 應該夠了吧 夠有1800度了吧 唉唷好像 很勉強 就差這麼一咪咪 好像有點太勉強了 剛好可以融化了 到了吧 有在融化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有啊剛好到啦 應該要可以融化了齁 剛好到了 我們的鋼 開始了開始了 可是這個溫度 是取決於 太陽陣列的時候 如果太陽 沒這麼棒的時候 譬如說 下午傍晚 甚至晚上 晚上就不能燒了嗎 這個才可以工作 不然就不行了 我們目前到1850 多50度而已 其實 有點不太保險 我希望是可以更 溫度更高一點 之後 再做出兩個三級版之後 我們再把 四個三級版 換成 兩個四級版 四個三級就可以換兩個了 兩個四級 這樣很不錯 現在目前 先想辦法 把這個 鋼錠 燒出 液體 我想要把這個 夕陽劍 的什麼 黑曜石 換成鋼 原本黑曜石的攻擊 是4.2 對不對 換成鋼 之後 鋼在這裡 鋼的話 就是6了 感覺 上升很多 我應該要順便也把一些 頭端換掉 對不對 我現在還在用 十字的 太扣人了啦 太可憐了 真的 換成 什麼琥珀金好像也不錯喔 有電擊效果 這個附件有250耶 這個蠻棒的 都換一下好了 不要再用這麼可憐的東西了 如果要一個琥珀金的話 我是不是要解鎖這個 解鎖贏 然後解鎖琥珀金 欸對不起 解鎖不了 我的點數不夠 還差 還差5點 說不定我在外面走一走 就可以了齁 欸對齁 話說 我的鋼 我有解鎖鋼嗎 沒有的話 打屁啊 欸沒有 對不起 還是沒有 看來我要出去賺點數了 根本就沒有有沒有 結果還在這邊熔熔 熔個什麼鬼啊 雖然我們的發展受到了微微的阻礙齁 我今天想要去解鎖一下這個 淡水的裡面 炸魚薯條 我應該有 足夠多的馬鈴薯 可以做出這個了吧 做出炸魚薯條了 馬鈴薯有7個 欸我只要4個 然後把魚取出來 馬鈴薯配薯條 炸魚薯條 不是我在講什麼 炸魚配薯條了 這樣就有了吧 登登登 完成了 解鎖了吧 欸欸欸 還沒有欸 要得青金石魚 吃青金石 然後 呃補充糧食後面才有 繼續開啟 哇這麼麻煩喔 青金石魚吃青金石 這裡這裡這裡 我餵點吃好不好 我家後方的這個 小水池裡面 就有青金石魚了嘛 來給你吃 給你們吃 吃吃吃吃吃 補充糧食 吃吃吃有沒有 超爽的 欸開啟了 有河流 河流可以打了耶 必須用戰壕敲死 就是用 那個 這個嗎 戰壕 這個嗎 告示牌 它上面很像告示牌 有沒有用告示牌敲死 魔鬼魚 青金石魚 殺死十隻青金石魚 有十點聲望 還有嗎 魔鬼魚 殺死四隻魔鬼魚 這個是什麼 殺死 斯特 賴德 欸這個我有常常看到喔 這個很恐怖的東西 還有蛇頸龍 我之前有遇到耶 殺死一隻蛇頸龍 真可惜沒有 所以今天我們去 河流 殺怪 其實河流 戰地面積沒有很大耶 我目前的主線任務是到 沙漠地區 我應該回沙漠 沙怪對不對 沙漠這邊有什麼 吃還是被吃 呃 植被 這裡說什麼 要用 要用棒子 打死 是不是 用這個嗎 木棒打死嗎 我們去敲看看好不好 看有哪一個會被打死 竟然要用木棒喔 好了我們來打看看 打這個魔鬼蠻 欸咻欸咻 我敲我敲 這太多隻了 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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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隻了有沒有 喔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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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深越多了耶 好像不行了啦 不行了啦 我想要 這敲不完啦 欸 太多了啦 越冒越多越冒越多 打不完啦 抓到 喔呦喔呦喔呦 看下